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看一下OB2273的电路组成 以及它各引脚的电压和它输出的波形 这段是220伏输入 这是整流桥 整流桥输出的征服电压加到300伏滤波电容上 300伏滤波电容 一端加到开关变压器的初级 一端通过启动电阻 把电压加到芯片供电滤波电容的正级 供电滤波电容的正级 把电压加到芯片的5角 这个供电滤波电容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前卫的二极管 芯片的一角是接地 二角是稳压端 通过这个时候的电阻接光偶的四角 光偶的三角是直接接地的 芯片的三角是温度检测音角 在这里它是一个空角 没有用 四角是电流检测音角 是通过这个680伏电阻接到 功率管的原级电流取样电阻上 它的五角是供电 接到我们这个供电滤波电容上 它的六角是驱动输出端 通过这两个电阻接到功率管的三级进行驱动 这个位置还有一个二极管 功率管的原级接电流取样电阻 我们看这个位置有一个电流取样电阻 功率管的漏级接在开关备压器的初级上 开关变压器的反馈绕组 通过这个二极管整流 通过芯片的供电滤波电容 滤波以后 给芯片的五角再次供电 开关变压器次级输出的电压 经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以后 向后级供电 这个位置有TL431 在输出端取样以后 加到控制级 控制431的导通量 从而控制光偶一二角内部发光管的发光量 来控制光偶四三角的导通量 从而控制芯片二角的电压高低 很显然 OB2263二角的电压越低 它的输出占控比越窄 它的二角电压越高 输出占控比越宽 由于我们这个电路是正常的 我们测量一下它正常时的电压值 这样在我们发现有故障的板的时候 就可以按着这个电压值来检测它的好坏 我们插电 用黑表笔接到大电容的负极 我们测量它的一角 因为它是接地角 所以是零伏 它的二角是纹压角 我们测量一下 是0.2728伏 它的三角是温度检测音角 是0.01伏 在没有热米电阻的情况下 它的四角是电流检测音角 我们看 由于后边没有电流 所以这个电压是非常低的 它的五角是供电音角 供电音角比较主要 我们看一下它的供电是多少伏 供电是16.73伏 下面我们把电源拔掉 然后我们测量一下它的启动电压 好 下面我们测量一下它启动时的电压值 我们同样黑表笔接地 红表笔接这个电容这端 我们插电 我们看一下瞬间电压值是多少 同样的最高是16.73伏 接着我们量一下它的驱动输出段的电压值 0.11伏 顺便我们再看一下它输出的波形 在空载的状态下 我们看它输出的波形是这样的 非常窄的占控笔 它的频率呢 是26.8千赫 这是它的电路图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截图保存一下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